最新消息 新北市瑞芳一名老翁 今天下午3点在基隆河钓鱼 收拾装备之后突然失踪了 朋友下得赶紧报警 那么紧烧货报到场之后 是兵分三路派了一组人在草丛来搜索 另外一组是由救难人员穿着潜水装 下水寻找老翁的踪迹 现场更是出动了空拍机来救援 希望可以传来好消息 不过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这一名失踪者的进一步的消息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